攻击癌它主要的感染因素不是HPV吗 这个HPV呢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是性接触传播 所以最佳的接种年龄应该是在性生活之前 所以在西方国家呢 它把HPV接种的最佳年龄定义为9到15岁 像美国呢它对一些疫苗比如说它9到26岁 还有澳大利亚它9到26岁接种疫苗 全国是免费的 就在性生活开始之前接种是最合适的 攻击癌疫苗呢首次上市呢是2006年 所以到现在呢已经用了十几年了 那么对于世界卫生组织呢 它专门有一个疫苗的监测委员会 那么这个疫苗呢运用这么多年来证明它是安全的 而且也是有效的 所以在接种之前要注意的事项呢 一般来说就是HPV呢 它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 没有特别的接种之前没有特别的注意事项 但是有一点就是孕妇 目前来说这么多年没有发现就是HPV疫苗呢 对胎儿有异常 但是出院安全的考虑呢 就是怀孕以后还是不主张接种疫苗的